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江影爱城》 我是林家华 不经不觉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已经来到第五个礼拜了 一直和大家欣赏到1979年到1985年 制作的经典电视单元剧系列执法者 而今天我们的步伐 继续向前迈进一年 和大家分享了这个系列这么多集 多数都会看到制作人 如何描述警务人员 或者是案件受害者 他们的心路历程 而今集送上的故事很特别 因为他会将一个犯罪者的心理 和思想转变 细致地描述出来 这种故事令我想起 警方在调查案件的时候 往往要重组案情 一件案件为什么会发生 中间有什么证人证物 甚至作案者的动机是什么呢 事件推进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呢 种种的点点都是查案的人最想知道 和最希望可以推理出来 所以有时当发生一个严重的案件 例如空散案 警员就会带同疑犯回到每一个事发地点 尝试模拟当时的情况 因为一个合理的犯罪的过程 以及逻辑都是这么重要 所以在大学里面 没有一些类似犯罪心理学 这些专门的学科去训练人 如何去分析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和思想 去尝试找出案件里面 每一个行为的动机 透过一些专门的分析方法 我们有机会看得到 表面证据以外的注尸马迹 就像一个占卜师 面对着一个水晶球那样 令我们有机会透视到 事件背后一些犯罪者 刻意去隐藏的细节 好像以下将会看到的这个故事 一个双手染满血的人身边一位 身受刀伤生命危在单值的同伴 但是同时他们逃避警方 似乎担心会被拘捕 表面看来 这一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人事件 但是实情是如何? 我们一起看看案情的重组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钁 isso 您还会发生了 多忍一会儿 在这里你们能被人把洞关被打� 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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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你是不是想睡一次呢 走啊 我一定會回來找你的 我去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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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thank you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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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